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羽娜 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最後一張大獎 子龍也是我個人最期待的一張大獎 那他是木的人類 也是被我們之前猜中了 再來的話他CD8的時候一樣 這系列都是CD8變身 那一樣是要裝備這個天秤座的這個黃金聖衣龍科 才可以發動這個技能 那他變身的話是完全恢復生命力 那再來的話一回合內 那其實這個完全恢復生命力 如果遇到紅綠燈的話不知道他有沒有用 因為日月狼的話變身 日月狼合體他好像沒有用 這個變身不知道有沒有用 然後一回合內木兼具其他屬性符石效果 不過這個只有一回合而已 然後我們這邊看一下他的 隊長技能變身之後的黃金天秤座 那一樣隊伍中只能放人 全隊攻擊力5倍 那雙隊長的話就是25倍 那他是比較特別的是 左下角轉租跟右下角轉租 從左下角開始轉的話 全隊攻擊力跟回復力就乘1.8倍 就是45倍 欸 再乘1.8 雙隊長嘛 所以是81倍 所以說如果雙隊長的話 就是81倍的一個倍率 那另外的話 回復力也有提升啦 那再來的話 右下角符石開始轉的話 轉珠石觸碰的手3顆符石 只有3顆 不過雙隊長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變6顆 不知道 因為他是隊長技能嘛 所以應該是要疊加起來的 那這個的話 不知道是會有幾顆 可能要等實戰 就是變成木人族強化符石 但是他當隊長好像沒有任何的兼具效果 然後他第四個就是 聖鬥士星矢合作系列角色 生命力攻擊力回復力 三圍提升1.2 雙隊長的話 就是提升1.44 所以說如果算上上面的81倍 他這個基礎倍率就是 如果說你從左下角開始轉珠的話 就是可以破百倍沒有問題 那右下角開始轉珠的話 有木人族強化珠應該 倍率也不差啦 但是如果說你要放聖鬥士星矢合作角色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雜 那因為他沒有這個兼具的關係 所以這個 木珠就沒有辦法兼具其他 屬性豬的效果 所以就變成一個雜射隊 那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 子龍的這個隊伍技能 那他是比較走減傷的路線啊 那第一個效果 雙隊長都子龍 放到攻擊前生命力全滿 減傷30% 如果生命力沒滿 那子龍的攻擊力就是提升2倍 那這邊沒有特別著名的話 應該就是副隊長子龍也是一樣 會提升2倍 算是一個額外的增傷 這樣子算起來是多少啊 應該有接近1.5倍的增傷 那再來的話隊伍中有童虎 童虎就是子龍的師父啦 不過目前取得途徑還不知道 最左方的童虎跟最左方的子龍 那生命力三圍提升1.5倍 生命力就是 但是這符合漫畫裡面啦 就是跟師父有一個這個羈絆的感覺齁 那再來的話就是每個 聖鬥師隊長都有的齁 扶持時移動時間12秒 然後這個五小強的生命攻擊回復1.2倍 不過這隊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他沒有 他就是比較偏雜射隊 然後隊伍技能的話 比較可攻可守這樣子啦 那再來的話看到他的技能齁 其實這張卡我覺得當隊員蠻強的 他是木人嘛 然後 一批 等一下 技衣 先看技衣 是爐山生龍 爐山龍飛翔 那個變身前才是爐山生龍吧 那變身之後 一批技衣是一批7 然後引爆場上所有符石 自身直行掉落木人族符石 其他直行的符石則隨機掉落 算是聖鬥星矢裡面一個炸板的卡片 所以你要把他放到星矢的隊伍裡面去當炸板也是可以齁 那另外他直行的符石是隨機掉落的齁 然後再來的話一回合內自身攻擊力7倍 所以他就是一張炸板兼界王拳的卡片 那再來看到他的第二個效果 這個爐山百龍霸 一批石也是爆幹場的 跟那個星矢的二技一樣齁 超超長 將所有符石轉為固定數量的木牆跟心牆 就是大家看到這樣子 固定版面 那我看一下幾顆齁 1 2 3 4 5 6 7 15 15啦齁 就是各15顆這樣子 那一回合內首批掉落的30粒符石必定為木跟心齁 這個掉下來的就不是強化豬了 就是一般的符石這樣子 這個版面我覺得 我覺得轉固定版面的卡都蠻強的 我覺得放在星矢的隊伍裡面應該也不錯齁 但我自己覺得他自己當隊長的話 我覺得不會變成一個主流隊啦 不知道大家看法怎麼樣齁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張卡的資訊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一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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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